2021年剩下幾個月了 你過得好嗎 小黎今天帶大家來到 台中的古關 要尋找解決秘方 根據你們家的 鵝是用來觀賞還是 這家店歷史悠久 因為我阿公 買所有的日傳送用品 一直到我 他的祖孫就是我的小孩 都在這家店 每週二晚上十點半 在台灣的故事 楊小黎和你不見不散 楊小黎和你不見不散